记者杨乔启综合报道,女星安吉拉贝比杨颖和黄晓明结婚三年,2017年生下小海眠,平时对孩子的隐私非常保护,近日网上突然疯传夫妻两即将离婚,面对或变传言,即将三十岁的她对外界的看法和谣言越来越从容,她淡淡的说,自己只有一个底线,别碰我儿子就行。 安吉拉贝比在家庭里什么都能让,就是无法容忍关系中多一个人出现,图翻设此安吉拉贝比微博,安吉拉贝比近日接受杂志L,访问,结婚迈入第四年,她剖析自己面对家庭和感情的态度,爱情就是妥协和退让的过程。 只要彼此能够互相体谅和尊重,任何生活习惯她都愿意改变和接受,但只有一件事她完全不能容忍,就是多一个人出现。 如同对在家庭里退让底线的态度,安吉拉贝比被未及传得沸沸扬扬的婚便消息,她并不怎么在意,只淡定而坚决的说,别碰我儿子就行。 安吉拉贝比面对婚便传言态度淡定,唯一地线是一岁的儿子小海绵。 图翻设此安吉拉贝比微博,初到十五年,安吉拉贝比,几乎都是马不停蹄的在工作,大概只有怀孕生孩子那几周得以休息,才刚从欧洲回国。 一下飞机马上又要梳洗化妆上工,已是一个孩子妈的她,开始生死自己的生活,好几个瞬间,我都想过以后就不工作了。 我之前花太多时间在工作上,缺失了很多生活的感受。 在各地奔忙工作,对安吉拉贝比来说,像是一场茫然的流浪,带有了儿子之后,一切全改变,旋转的陀螺,终于有了能绕着的中心,钱挣这么多,是为了什么呢? 不就是为了家庭幸福,能够和孩子有多一点的时间出出完吗? 这一年来,她积极在事业与家庭中平衡,我一直都有在努力,想时刻参与她的成长。 在成功的女强人外科下,她也只是一个想让小孩无忧成长的母亲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挨赞了。